2007年的内地乐坛靠选秀歌手们扛起打棋 马天宇靠分手逼听到该死的温柔一炮而红 平央市出道的海明辉带来了老人于海 当时我还以为他就是被风神的小说家海明辉呢 这年快难冠军陈鼠声带来了有没有人告诉你 歌曲发行及爆火 让他迅速在乐坛窜成一线明星 这年气威和原成节也带来了外滩18号 歌曲不知道被多少人设计成了手机铃声 景博然和傅欣博组合的波波组合演成了代表作光荣 李宇春在这年推出内涵11首歌曲的专辑《火的》 并且又一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 张亮颖一首《我们说好的》成为这年KTV弊点 张杰带来了一批最美的太阳 通名单曲火避大街小巷 许松在这年重磅登场 没有人逃得过风靡QQ空间的玫瑰花的葬礼 也没人躲得过霸占榜单第一的断桥残雪 吴彬斌在这年算是跟动漫情是明月干上了 不仅担任音乐总监制作出大量配乐 还为动漫量身定做了主题曲《月光》 黄灵带来了成名金曲《雅》 凤凰传奇带来又一句作《自由飞翔》 李剑带来了代表作之一的《风吹买浪》 花儿乐队也在这年带来了嘻嘻哈哈 我们一起穷开心的穷开心 被JJ拿起来的金沙和师兄合作了发心海 无数人不禁惊呼 有师兄带着打怪升级确实快 2007年的话乐队恐怖到什么地步 SHE在这年给我们带来了中国话 听完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全世界都说中国话 贝尔乐队再创辉煌 月牙湾一度罢榜KTV榜首 孙燕斯在这年推出新专《逆光》 除了同名主打 其中那首《我怀念的》 才是女孩们单曲循环最多的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梁静如也带来了代表作之一会呼吸的痛 周杰伦在这年带来第八张专辑《我很忙》 《牛仔很忙》 彩虹 蒲公英的约顶 悄无声息间窜进所有人耳机 这年周杰伦也像专辑名字一样忙 他先后给陈一迅写了《淘汰》 给张惠美写了《如果你也听说》 给荣祖儿写了《小小》 给张绍涵写了《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他给花子雷周宇鸣写了《我不是F4》 《小康周传雄》带来了经典金曲青花 就算名字和周杰伦青花色相似 也没能活起来 陈一迅在这年还带来了《好久不见》 以及富士山下普通话版的爱情转移 蔡依林一首日不落 让我们在QQ选舞称榜 两大团也在这年标着近白头 苏达绿及小新歌发行了物与伦比的美丽 五月天则带来了KTV抢卖金曲 《离开地球表面》和《私奔到月球》 唱过的来举个手 2007年《你一定听过》的神曲 安护一首天使的翅膀 唱哭了无数憧憬爱情的少女 打动男孩子们的 则是阿姆这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青涩的爱情没能显现便于夭折 然后默默安慰自己 爱一个人就应该选择放手 于同飞在这年给我们带来了感动天感动地 感动不了眼前人的感动天感动地 怎么就感动不了路过我商滩不买东西的你 2007年的音响神曲扎着兜往前游 陈瑞灵6年带来的白狐霸占了各家发廊各条街道 以及无数人的手机彩链 写出天使的翅膀的徐与唐 再听金曲《做我老婆好不好》 和小西哥《不知道为什么》剧场的等一分钟 神龙剑手不见为的踏克也在这年带来了霸榜神曲 专属天使 歌手李慧珍演唱了KTV必点神曲《爱死了昨天》 能和《爱死了昨天》平起平坐的 是乐坛信任徐千雅带来的天籁之神曲《彩云之难》 就问你在听这些歌有没有跟着哼唱 你最爱2007年的哪首歌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